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铁道研究室 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台北捷运第一代捷运列车 C301型 1986年,行政院核定台北捷运路线 为台北捷运第一代捷运列车 也是台湾第一款标准轨矩列车 用于淡水新电线的列车招标 采购132辆 最终,美国联合铁路机车集团URC胜出 美国联合铁路机车集团是由川崎铁路车辆 日上严谨美国公司和北美运输公司 当时,美国因301条款施压 要求台湾开放市场 1301条款规定 至少一半零件必须在美国制造 兵库县的川崎车辆完成车体零件生产后 并在纽约扬克斯川崎铁路车辆组装 安装了车内座椅和空调设备等 最后在1992年到1994年运往台湾 由于整个生产线绕了地球一大圈 因此,C301型又被戏称为 尚未营运先环游世界的列车 C301型在正式量产之前 经历了严格的国际测试与审查 1980年进行车辆模型测试与材料燃烧试验 隔年完成压缩,附和于转向架测试 1981年,每日两地同步展开紫系统关键设计审查 并于9月举行圆形车出厂典礼 C301型采用不锈钢车体 原本要用淡水线的红色 但考量灵活运用 所以最后使用蓝色色带 车内座椅为横向混合配置 设有无障碍空间 因耐火材料 能承受45分钟火灾 每列6节固定编组 由两组3节车厢构成 最高速度80公里 1990年代初期 C301型行驶于淡水道新殿 北投到南市角两条路线 随着东门站与松山县的通车 如今主要服务于淡水信一线 特别的是 013014编组 曾在1998到2006年拆分为三节 专跑新北投之线 成为捷运史上罕见的一幕 2011到2012年间 C301型全面翻新 换装新冷气 防火系统 白色地板与全彩IVD显示器 C301型的旅客资讯系统 原本只有车头的橘色显示器 车色是以路线颜色为基底 搭配卡牌为主 车内则是在车门上 张贴列车的路线图 但随着中和线与阴电线通车 为了简化更换卡牌的复杂程序 因此于2002年开始陆续加装LED旅客资讯系统 车门上方加装了红色LED显示器 搭配绿色开门方向指示灯 后来在2012年开始更新 成第二版显示器 原本C301型的动力配置 要踩六节全车动力配置 但因为六节动力车耗电量高 因此改为四个动力车 和两个无动力拖车的动力配置 C301型的牵引系统为 美国西屋电器的GTO变频器 和交流马达 刹车系统为美国西屋气刃制造 美国西屋电器的GTO 美国西屋电器的GTO变频器 后来西屋电器于1999年倒闭 机电零件开始逐渐停产 再加上使用将近20年 为了延长C301型的使用寿命 因此台北捷运在2012年到2017年间 开始展开机电改造工程 为了符合C301型原本的美国规格 因此新的机电是由深耕美国地铁的 加拿大庞巴迪运输提供 新的播放在智光里的金融栏经 进行并就等到国际中 向前进行兽机 开工程 让它进行兽机 继续 开工程 对 专家 coming 二列台列车往向山 八方二是向山 C301型的车门控制系统由SMC制造 驱动方式为气动式 关门时会出现回弹现象 同时车门旁的开门指示灯也会熄灭 开门时没有警示音 但关门时有警示音 从日本到美国再到台湾 C301型的诞生过程跨越三个国家 它不仅是台湾第一代捷运列车 更是一段国际政治与坦业合作 最后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窝 让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